你说如果骆宗良知道 我是在你的帮助下 完成这个局面 他会不会起散了 对不起啊 小心眼儿了 我只是感觉 让我想下去特别开心 好啊 你快快去睡觉吧 你也休息我 睡觉可以 你得让我 牵着你的手睡 这样我才能睡得踏实 不然我总怕一醒过来 你就不见了 我不会早打 嗯 快睡吧 那一会儿你再看看我们下午 然后给我一个最真实的评价 嗯 快睡吧 睡觉 快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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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不记得 她说你教我的那样 这次能看到什么 蝙蝠侠 这么厉害一下就看到了 嗯 我看到的是 我看到的是 城堡 我们俩辛苦地生活在一起 紫月啊 无论发生什么 等我回来 一起面对 再也不分开 梳晨 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 可是遇到我 你怎么会有好运呢 只有我走了你才会好吧 只要我走了 泱泱会好起来 绚丽也会好起来 史维聪跟你也会好起来 没有我 你就会远离这些纷扰了 한다 在这里 这次别哭了 我追EL 我不能打开 喂 思雨 你现在身边有电脑吗 我有东西传你 你微信发我吧 我等会儿看 用电脑的话 才能看得清楚细节 什么东西 我想给爸爸 换一个好一点的目的 谢谢哥 还总惦记这件事 一定要现在吗 这个墓园一般人是订不到的 我也是拜托了一个客户 你现在看好的话 我立刻就可以把电机 给人家打过去 哥 你费心了 那你现在就上下QQ 我在下场等你 我看到你了 这个样子包你点开看一下 待会儿告诉我 你觉得好不好 看完记得删除啊 嗯 老总 电开了 林子余电开压锁包了 咱们的黑客软件 把樊淑晨的电脑 摸了个底朝廷 老总 你太厉害了 你对林子余略失小计 咱们就把 樊淑晨天全山的创意 跟剧本全弄过来 他们那些人 心里都是些软热的东西 最适合被我利用的 樊淑晨那个傻瓜 整天坑吃坑吃 玩没写剧本 最后 不还是再给我做下衣 这次之后 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一步到位送他一趟 陆总 要是竞标的时候 说咱们超学怎么办 这个不用怕 我们先把剧本交给甲方 然后反咬樊淑晨一口 就说是他透露我们博曼的剧本 这就叫一箭双标 我知道了 老总 厉害 厉害 你太厉害了 行 好 按您说的办 meu g 如何正确地面对过去 如何正确地打开未来 都是个问题 有時候我們會懷疑自己不夠好 會害怕自己不足以給別人幸福 可正是這些不自信的想法 讓我們偏離了 原本已經使向幸福的航線 哥 既然我做出這樣的選擇 我就一定要帶你回家 不然我怎麼對得起小時候你對我的保護 我怎麼對得起犧牲掉的淑辰對我的愛 你還沒有跟他提分手啊 我們在準備去天泉山競標了 你現在可以去跟他講清楚了 你不會後悔了吧 哥 我希望樊淑辰能拿下天泉山這個項目 如果他能拿下這個項目 面對我的離開 也許他心裡就不會那麼難受了 如果你真的這麼想 那我就放棄競標 只要你說 我就去做 哥 你能這麼說 我真的挺感動的 但我肯定不會要求你這麼做的 你們公平競爭吧 做一個項目是特別不容易的 菲林她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相信博曼也是一樣 你這樣做 對你的員工也不公平啊 你能這麼想就太好了 紫月 你真的長大了 哥 咱們回家吧 你先去泰國待一陣子吧 為什麼呀 博曼和菲林競爭同一個項目 本來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你在這個時候 和樊淑辰分手 難免把私事和公事 攪合到一塊兒去 你還是先出國待一陣子吧 免得樊淑辰一旦鬧起來 弄得人盡皆知 以我們倆的關係 你就沒有想過我在博曼 也會舉步為奸嗎 你在他那裡上班 又是他的女朋友 你以為我在博曼的日子 能好過嗎 哥 對不起啊 我好像從來都沒有考慮過 你的處境 我怎麼這麼自私啊 好了好了啊 你只是比較天真而已 我送你去泰國 你好好休息一陣子吧 你不是一直也想去嗎 又要陪趁我走過場了 真是辛苦了菲林這麼兢兢業業 這一次我會讓你看到我們真正的實力 邹宋陽 帶著你的陰謀梏幾隊我們遠一點 ziet 揭露 行 refle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